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于他待过的长手足迹部分也已经通知去做PCR的一个採检 那总共匡列的七名对象 七名接触者 这七名接触者目前採检结果三位是阴性 那四位大概在四点半以后就会有一个结果出来 再跟大家来做补充报告 针对该案31242曾经到过金门的足迹 包括观光景点磁湖 模范街 湿山炮阵地等等 已经陆续完成环境清销 有关于第一类医事人员 第二类第一线的防疫人员 第三类第一线的一个工作人员 以及冰葬业相关的还有24类 24类场所的一些工作人员 在4月22号以前都要开始完成 COVID-19第三剂就是加强剂的一个接种 以及共同来维护整体的一个安全以上 而16号匡列居家隔离者 共有7位经过PCR的裁剪都是阴性 并入住防疫旅馆 另外该案所辖管理县市 将会针对航班及其他密切接触者 进行匡列 这种化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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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种化妆